快银作为漫威最快的超级英雄 你觉得他和闪电辖水更快呢 此时的五角大楼内 一名玉井正准备给老万送午饭 突然一阵风刮掉了他的帽子 玉井还郁闷拿来的风 他却从玻璃上看见一个陌生男子 快银微微笑拿出胶带 下一秒 快银穿上玉井制服走了出来 而玉井则被粘在了墙上 他一路来到老万所在的牢房 然后双手贴在玻璃上 并用高频震动击碎了玻璃 这手速让人落泪 一瞬间就来到了电梯 老万惊讶之余还有点想吐 再看到快银已经把衣服换好 更加的一脸猛逼 两人仿佛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而电梯外的教授二人 而当他看到老万之后 这可能就是爱的深沉吧 这是一群狱警突然闯进来 老万刚想动手 却被教授阻止 但快银表示 你们都往后靠一靠 我要开始装逼了 墨镜一袋谁都不爱 他听着音乐飞檐走壁 先是尝了尝今天的汤 然后打掉玉井的帽子 在他的脸上轻轻一脱 取走他们手中的武器 还把拳头对着自己 让两个玉井互相攻击 最后来到老万两人面前 把子弹从他们身上拨开 下一秒 世界瞬间恢复 所有玉井应声而动 老万几人直接惊了个呆 顺利逃出监狱后 在机场送别了快银 他们乘坐飞机赶往巴黎 阻止魔形女 第二天的峰会上 小恶魔正在向各国 正要介绍烧兵机器人 这时探测器提示灯突然亮起 提示周围有变种人 原来这个男人是魔形女所化 眼见事情败露 他三下五除二解决守卫 就在他捡起枪 准备干掉小恶魔时 老万的人即使赶到阻止了他 躺地上的上校趁机偷袭 放倒了魔形女 老万大手一挥 轻松将其搞定 教授赶紧上前查看魔形女 狼叔看着躺地上抽出的上校 却唤起了狼叔的记忆 而这个男人就是改造 狼叔的史遂克上校 让他一时产生了错乱 这时老万见状却拿起枪 想直接干掉魔形女 用绝后换 魔形女见状撒腿就跑 汉克上前准备扑倒老万 但老万隔空开枪 在他的控制下 子弹拐着弯打中了 魔形女的腿 狼叔深陷痛苦中 潜意识让她的身体不受控制 刚找直接划伤了幻影毛 老万及时控制住她的身体 而小恶魔也趁机逃跑 魔形女改变容貌准备离开 老万控制她腿里的子弹 将她拖到了自己面前 危急时刻 野兽及时出手制止 接着老万被安在水池狂纵 魔形女则趁乱逃跑 变种人大闹国际会场的新闻 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 在小恶魔的怂恿下 总统签署了哨兵计划 更糟糕的是 小恶魔还在现场发现了 魔形女低落的血液 从中找到了她变形的秘密 哨兵的诞生已难以避免 而面对现在的情况 老万和教授则选择了 不同的应对方法 教授在狼叔的劝说下 放弃了注射血清 使用能力弥补过错 在和狼叔的对话中 他进入狼叔的意识 看到了狼叔痛苦的过去 又从狼叔的意识 和50年后的自己来了场对话 教授无法接受我的一头秀发了 并且老教授还得教授喝了一大碗鸡汤 一定要重拾希望不要放弃 在老教授的指导下 教授重新掌握了自己的超能力 随后她戴上头盔 成功找到了魔形女的踪迹 并通过精神交流劝她放手 但魔形女根本不听 坚持要干掉小恶魔 而老万这边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她找到运输哨兵的火车 把铁柜一根根尽数扒起 再把铁柜分化成无数细丝 钻入哨兵体内 这样一来 哨兵就成了老万的小兵 而老万的下一步计划更加疯狂